AI人工智能浪潮正席卷全球 在今年4月举办的一场AI小姐选美比赛 吸引了来自全球1500名的AI创作者 这场比赛是由付费社交媒体平台Fanview所主办的 并与多家知名媒体合作 以及提供了共2万美元的奖金 评审团则是由人类与机器人选美专家所组成 最终来自摩洛哥的AI仿生美女雷利赢得冠军 负责设计雷利的技术主管被杀拿下首奖12000美元 雷利不仅外貌出众 她的才能和社群影响力也让她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 击败了第二名的法国甜心瓦琳娜和第三名的葡萄牙个性美女奥利威亚 评审们特别称赞雷利在脸部、手部、眼睛和衣着的细节处理上的协调性 以及她展现出的个性和对现实世界问题的洞察力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 雷利表达了她对胜利的兴奋和对摩洛哥的骄傲 尽管她没有情感 但她表示通过与粉丝的互动 她能在全球展示摩洛哥文化 并为人工智能赋予正面影响 作为社群偶像 她承诺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来推广女性力量 环境保护和正面的机器人意识 雷利的观点反映了她的创作者被杀的理念 即人工智能应该与人类合作 而不是取代他们 她希望通过展示人工智能的创新潜力 来消除人们对她的恐惧 促进人类与AI之间的积极互动与合作 在这个任何事情都能牵涉到AI的年代 现在连AI小姐选美比赛都有了 您认为这是与时并惊吗? 还是多此一举呢?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